他现在是我们上海公司的总经理 他也不想这种莫须有的事情被公开的 那 你要不要燕总替你求可亲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我是五零一的业主 昨天我在电梯里好像掉了把钥匙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掉一下监控一下 可以 谢谢 腿幸福 您那晚去我家的事情 对 我也知道了 他跟你谈了吗 他跟我来了 刚开始啊 他拿着视频找我聊 我也一惊 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 实在没有办法撒谎 齐悦 对不起 你承认我们谈恋爱了 我承认了 你为什么要承认 我为什么不承认 这是最好的选择 齐悦 你先冷静 你坐 来 你听我说 齐悦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不承认 那个视频明显就是我去了你家过了夜 与其打死不承认 不如承认我们在谈恋爱 这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你想 为什么 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板 跑到女员工下属的家里过夜 又为什么一大早才走 怎么说呀 他们在谈投资吗 没人会信的 人言可谓 这传出去多难听啊 我一个男生还好 你是女孩子 所以 唯一的办法 不难听就是 承认我们在谈恋爱 你想的倒是周到 但我们确实没有谈恋爱啊 我知道 但是如果不是在谈恋爱的话 那是在干吗呀 乱搞男女关系啊 算了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燕总 我可以辞职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辞职要干吗呀 辞职这个事情 在 在我们那晚之后 我就已经有想法了 我不想继续待在荣禀了 可是 可是 可是现在孟威要把我们有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 在全公司公布 你能不能求她不要公布 太晚了 我已经写报告了 你找我送全公司了 我写报告给费总了 你被举报了 我也被举报了 所以我觉得 非总有必要知道这个情况 至于她想怎么处理我 我就不干涉了 我只能接受 那现在还有什么 可以不公布的办法吗 这个 办法也不是没有 只是 我开不了口 燕总 什么办法 齐悦 你还年轻 我不想你学这些无其马糟的东西 燕总 我求求你了 你告诉我吧 但是如果你呢 帮费总一个忙 我想费总一定可以卖这个人情 让你名誉无损地离开公司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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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